Ultra Fan超级风扇 世界上最大的涡扇发动机 推力超过50吨 2024年7月 通用电器航空航天发布消息表示 第一台量产版的GE9X发动机 已经离开测试工厂并交付波音 GE9X发动机 火力军之前也聊过 世界上推力最大的涡扇发动机 但是就体型而言 GE9X发动机并不是最大的 超扇才是 投落公司计划凭借超扇发动机 在保持宽体客机领域优势的同时 进军窄体客机 把自己曾经丢掉的东西再拿回来 2022年末 罗罗公司研制的超扇发动机 完成样机制造 2023年5月 Ultra Fan发动机 完成第一阶段的测试工作 测试工作在英国得比的 室内实验室TestBet80完成 这是世界最大的 航空发动机试验平台 Ultra Fan发动机的试验工作 使用了100%可持续航空燃料 演示器累积运行了大约70小时 这是罗罗公司 54年来首次成功测试 全新架构发动机 就性能而言 相比较上一代全球最经济的 发动机 揣达XWB 超扇发动机的燃油效率 进一步提升10% 按照罗罗公司的说法 未来可以为航空公司 节省数十亿美元的燃油费用 除了节省资金 超扇发动机 还想减少航空公司的碳足迹 也几乎消除了颗粒排放 减少了约40%的碳氧化物排放 不过超扇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体型 其风扇直径达到了140英寸 而通用电器的G19X 风扇直径只有134英寸 这就有一个问题了 罗罗公司为什么要造一台 这么大的发动机 飞机发动机是不是越大越好 对于亚音速科技而言 发动机的确是越大越好 只要飞机的个头足够大 发动机在机翼下 不会碰到地面 就不会有其他问题 更大的发动机 也就意味着寒道比更大 更省油 就比如超扇发动机 寒道比达到了15比1 相比之下 通用电器的G190 寒道比只有9比1 在窄体客机上常用的发动机 比如波音737 空客A320 用的都是LEEP系列发动机 寒道比为11比1 发动机的寒道比 就是外寒道与内寒道 空气流量的比值 外寒道的空气不进入燃烧室 而是与内寒道流出的 燃气相混合后排出 内寒道的空气进入燃烧室 与燃料混合 寒道比越大 进入内寒道的空气流量 也就越小 当然 空气无论是走外面 还是走里面 都只能产生推力 只是效率不同而已 通过外寒道的空气 速度只会稍微增加一点 而内寒道的空气 就是把空气增加到很大速度 然后再喷出去 对于军用飞机使用的 涡扇发动机而言 由于需要超音速飞行 寒道比较小 效果更接近涡喷喷 而对于超扇这种商用 大寒道比涡扇发动机 速度并不重要 燃油效率才是重点 就涡扇发动机的原理来看 其主要是由最前面的 风扇推动空气产生推力 燃烧室排出的燃气 不会产生太大的推力 燃气的主要作用 是推动里面的涡轮 带动风扇 就比如超扇 发动机抽的空气 只有6.3% 进入燃烧室参与燃烧 剩下的93.7% 只是经过最前面的大风扇后 就排出去了 速度不快 但量大 这部分才是涡扇发动机 推力的主力 这点也是 军用涡扇发动机 与商用涡扇发动机 最大的区别 军用涡扇追求性能 和减重减化结构 涡扇部分 一般是一级高压 再加一到二级低压涡轮 这就导致 内含道里 那些温度高 速度快的气体 很快就被喷出去 虽说推力更大 但是也损失了一部分能量 相比之下 商用涡扇发动机的结构 更复杂 就比如 罗罗公司的揣达900 属于三转子结构 1加1加5的配置 通用电器的GE90 为双转子涡扇发动机 2加6的配置 通过高低压涡轮层层 吸收燃气能量 降低最终排气的温度 使燃油燃烧 释放的能量 更多的被转化为 发动机推力 就以剩这种情况来看 商用涡扇发动机的体型 与推力是成正比的 体型越大 推动的空气越多 发动机的推力也就更大 此外 含道比越大 也就意味着更省油 这也是民航客机 永恒的追求 为了让飞机更省油 工程师的奋斗方向 主要有三个 最简单直接的 就是减轻飞机的重量 飞机的主要材料 从钛合金进化为 碳纤维复合材料 第二个方法 就是优化飞机的外形 比如飞机的机翼 出现了各种变形 比如超临界机翼 第三个方法 就是改善动力 从根本上 实现省油的目的 这就导致 客机的发动机 越来越胖 含道比越来越大 这三个方案 放在发动机身上 也是一样的 在超扇发动机上 罗洛公司采用了 很多新技术和新材料 从体型来看 超扇是世界上 最大的涡线发动机 为了避免超重的问题 风扇叶片 采用碳纤维材料 叶片前缘 架装钛合金 发动机本体 大量采用复合材料 这一系列操作之后 可以使每架飞机 减680公斤 相当于 多载7名乘客 而不增加成本 在结构上 超扇也很有特点 罗洛公司之前的 瑞达系列 属于三轴架构 而超扇只有 高压低压轴双轴 驱动这个大风扇的 就是发动机的低压轴 加一个减速齿轮箱 跟小汽车的 变速箱功能一样 此外 超扇发动机 风扇叶片 也与其他 涡扇发动机 不一样 一般的涡扇发动机 风扇叶片的 公角都是固定的 而超扇发动机的 叶片可以改变公角 这种设计 在涡桨发动机中 比较常见 叶片的公角可以变化 也就意味着 飞机可以适应 不同的飞行条件和需求 以提供最佳的 推力和效率 而且理论上来讲 超扇发动机 可以省去反推结构 用螺旋桨一样的原理 靠风扇的反桨 来实现反推 飞机的反推装置 其实就是在 发动机屁股上 加上一个挡板 结构有很多种 格栅式 外含道挡板等等 但原理都一样 让发动机的气往前喷 从而降低飞行速度 超扇发动机 这种改变公角的设计 可以去掉反推装置 从而减轻发动机的重量 并进一步降低噪音 此外 超扇发动机的 齿轮传动技术 也相当有意思 之前普惠公司 已经将该技术 应用在宽体客机上 现在的民用握扇发动机 主要使用后方涡轮 通过一根传动轴 来带动风扇 风扇再为飞机 提供主要推力 涡轮的转速越高 提供的能量越多 但是对于风扇来说 转太快了 反而不太好 需要增大尺寸的同时 控制转速 以降低野间速度 和野根载荷 只是如果想要提升 发动机的性能 涡轮必须转得更快 前方的大风扇 就要更大更慢 二者通过传动轴 刚性连接 需求互相矛盾 所以在设计时 只能折中 这就导致涡轮与风扇 都不能在最佳状态工作 这个问题 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 既然连在一起不方便 分开就行了 在二者之间 加一个齿轮组 如此一来 就能实现速度上的不同步 采用齿轮传动技术之后 涡轮可以在 更经济的转速下工作 确保功率和油耗 处于最佳水平 油耗可以降低20% 突破了 发动机的涡扇叶片 也能放飞自我 叶片可以更大 转速也可以降低 不仅可以提高 发动机的含道比 还能减少70%的可感噪音 这种设计其实很常见 大家日常也都接触过 也就是汽车的变速箱 汽车上用了 这么多年的变速器设计 工程师不会想不到 之所以无法用在 航空发动机上 主要因为材料与可靠性 超扇发动机 最大的制造难点 就是齿轮减速箱 超扇的齿轮减速箱 直径在一米左右 重量数十公斤 但是要传递10兆瓦的功率 并且在恶劣环境之中 仍然能够长时间 稳定可靠的工作 这样对于齿轮的设计 材料和加工 冷却要求极高 其中散热是最难的 机构传动 无法做到能量百分百的传递 其中一部分会转为热量 而罗罗公司要求 超扇的发动机推力 要达到50吨以上 这也就意味着 齿轮箱需要传递 50兆瓦的功率 即便传动效率超过99% 也会有500千瓦以上的功率 转化为热量 如果没有高效的散热系统 齿轮箱很快就会出现问题 就目前来看 罗罗公司应该已经初步 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推力方面 超扇发动机 虽然与GE9X属于一个量级 但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GE9X由通路电器 GE90发动机衍生而来 额定推力11万磅 最大推力134300磅 相比之下 超扇发动机的最大推力 为11万磅 此外 超扇发动机 虽然通过了第一阶段的测试 但是最终的交付时间 还不确定 罗罗公司在2023年曾表示 超扇发动机 在试验完成之后 会暂时冻结 不会再进行投资 直到空客和波音 启动新的飞机研发项目 冻结一年之后 也就是2024年 罗罗公司就已经恢复 飞行测试计划 将于2025年制造超扇发动机 并进行真正的飞行测试 就体型来看 超扇发动机可能会用于 装备Tradar XWB的A350系列 不过罗罗公司目前 正在与空客谈判 未来用于窄体客机的发动机 是的 大家没有看错 窄体客机 超扇发动机 还将进行家族化设计 大小可以根据飞机进行缩小 可供各种大小的飞机使用 特别是罗罗公司 已经很久没有涉足的 窄体客机领域 罗罗公司算是英国 在民用航空上仅存的颜面 曾经和空客一样 压薄大型宽体客机 在2012年 罗罗卖掉了 国际航空发动机公司的股份 不再搞窄体客机发动机 专注研究揣达系列 主打宽体客机领域 空客则是研究了 载客数超过800的A300 最终A30英年早逝 罗罗公司退出窄体客机领域之后 混得还不错 只是当前世界航空运输的主力 依旧是窄体客机 飞机销量碾压宽体客机 罗罗公司的路选歪了 于是罗罗公司便计划 凭借超线发动机 在保持宽体客机领域优势的同时 进军窄体客机 把自己曾经丢掉的东西再拿回来 成果就是超线发动机的天堂计划 目前罗罗公司正在开展一个单独的项目 项目名为HEAVEN 确保超线发动机的结构 可以针对窄体客机进行缩小 天堂计划将持续到2026年12月 超线发动机的缩小版 可能用于A320 NEO系列的继任者 7月23日的时候 华尔街日报就报道 空客正在与罗罗公司使用新型发动机 为未来载体客机提供动力进行谈判 在伦敦附近的范保罗国际航空站上 空客就表示 正在研究A320 NEO系列飞机的后级机型 使用罗罗公司新发动机的可能性 A320型号是博音737 MAX的直接竞争对手 下一代预计将在2030年代后期进入市场 这个时期估计超线发动机已经量产了 只是就火力均而言 罗罗公司想通过超线发动机 重回载体客机领域难度有点高 作为英国老牌的发动机制造商 罗罗公司主要为A330 A340 A350 A380 以及博音777 博音787提供动力 公司的主力产品就是揣达系列 包括A350和揣达XWB 与博音787的揣达1000 超线发动机则属于最新型号 不过对于一款产品来说 较好与较做并没有必然联系 纵观近些年的航空装备市场 无论是CF M56到LEAP 从G190到GNX 还是从揣达1000到揣达1000TN 民用航空发动机的产品不息 大多高度固化 各家航空发动机制造商 都是在保证自家已有市场份额的同时 非常小心地探索可能需要的技术 最大限度地避免因为新的产品线所带来的风险 超线发动机虽然覆盖范围广 窄体客机与宽体客机都能用 但是窄体客机的市场已经固化 相关市场份额已经被瓜分殆尽 此外超线发动机离实用化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超线发动机的目的是提供各种 可持续发展选择 以支持航空业到2050年 向精灵排放转变 其中原型机的首次测试 使用100%可持续的航空材料 这是一种喷气燃料替代品 但目前价格昂贵且供不应求 在这种情况下 罗罗公司仅凭一款超线发动机 就像在窄体客机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有些想当然了 而且在宽体客机领域 罗罗公司也有点难受 通用电器甚至补贴波音 5亿美元研发费用 以保障波音新机型 独家采用GE9X 罗罗公司的超线很难打进美国市场 而空客的市场又被美国逐步蚕食 日子很不好过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罗罗公司的超线发动机 可以在窄体客机领域取得进展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1点钟 4点钟 2点钟 2点钟